近日关孝彤在节目上专门表白了食堂的酸汤肥牛 可以说是在用生命安利北电的食堂啊 当然事实证明关孝彤真的不是在节目上随便说一说 强行跨一跨食堂意图立个吃货人士而已 因为不久前确实就有网友在北电食堂亲眼看到了关孝彤传着苦素 和同学一起排队等着打餐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食堂或食太对胃口了 关孝彤都吃胖了 这背影凶壮了不少啊 北电除了关孝彤现在还在读书的明星还有王金凯 也曾被拍到在食堂吃饭 戴着口罩一边玩手机一边买饼 据说当时摊饼的阿姨为了多看一会儿王金凯 愣是放慢速度让王金凯排队等了十两分钟 除了王金凯早些年杨子也是对北电食堂情有赌忠的样子 之前就流传过杨子一个人在学校食堂点餐 吃的也是很开心 吃完之后还要买一根冰激凌 苦力纳扎也是 进北电之前因为是当年的北电最美女学生 也算是瞬间就火了 但火了之后还是依然坚持在学校食堂吃饭 雷花燃之前也被拍到在食堂吃饭吃得很香 食货门在哪里 大家要不要组团去北电试一试